好的各位 歡迎在這回到新手vs塔克夫系列 希望大家的年都過得不錯 我們已經好幾天沒有回來了 你也看到我們有一些東西已經失效了 這些我們應該是已經領過了吧 不管怎麼樣 這是我們上一次的MP9 我們的MP9只有槍被拿走了 彈夾回來了 不過彈夾對我們來說沒什麼用 這個彈夾 彈夾賣賣吧 彈夾對我們來說真的沒有 賣個Skear 我得重新複習一下我們上一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距離我上一次玩 這個賬號已經是 我也不知道 三天 三天之前了吧應該 我們的藏身處有升級什麼東西嗎 Let me see see 呃... no 有有有 休息區 ok 休息區好了 所以接下來是什麼 集水器 接一個二級 工作台 工作台需要什麼 mechanic二級 ok 廁所呢 廁所需要集水器 倉庫呢 其實我們可以開始考慮倉庫的問題 倉庫我們還需要很多錢 所以我們可能要開始專心賺錢 我覺得現在除了賺球 我們好像也沒有什麼錢要能做 安保跟通風 通風可以升 不過需要四個蓄電池 這個 現在蓄電池多少錢 其實現在蓄電池說實話沒有很貴 說實話 不過我們有必要升嗎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有這個必要嗎 我覺得好像沒有這個必要 趙明也需要 Mekhanic二級 對 我覺得我們基本上 下一次升級東西 下一次升級長身處 是我們二十等的時候 其實也不遠了 我們的Jager Jager還差 我們要去Jager任務 我們要 疼痛擊往上擊殺Skaf 跟不穿衣服殺Skaf 不穿衣服 喔對我們要去海關放金打火機 還要去203號房 打火機好像是303號 所以我們需要20333的鑰匙 然後我們還要去海岸線 不要救護車跟找信號員 然後我們要去森林 不穿衣服殺Skaf ok 我們要找香菸 我們在我們香菸任務完成之前 我們每一場的 第一局 我們都是 直接進去海關 然後試得到013去找一些香菸 這個是我們 在我們這個香菸任務做完之前 我們現在每一場 新手VS塔克夫的第一局 應該都可以吃的樣子 這個Skaf感覺還行啊 一個Syga 有個頭盔 一個Bag Robber 跟一個小背包 我感覺ok啊 我必須說 開始回來玩這個 新手VS塔克夫系列 感覺真的不錯 然後如果大家不知道 或是還沒有注意到的話 這部影片上的時候 應該我們的 Hardcore 即硬核真實版 我還不確定我中文要叫它什麼 但應該是個 硬核真實版塔克夫系列 這個影片應該也已經上了 所以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這個 新手VS塔克夫的一個小時 影片你看不夠的話 去那邊 基本上每一部都會有1到2個小時 所以絕對 看得夠 所以希望你們大家也會喜歡那個系列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們喜不喜歡 如果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那個系列還沒上的話 那就代表 應該下 下一部影片就會是了 所以 不要緊張 ok這是什麼鬼地方 這裡 這個車子我們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鑰匙卡 Nope 搜一下這個箱子 我身上還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這場還剩多久 12分鐘 12分鐘 沒多少時間 現在的Custom是不是時間真的被縮短了 我感覺 現在很少進到 呃 Custom 是那種 二三十分鐘的場 現在SCAV可能進場都只有十幾分鐘 我們簡單搜一下這邊 我們可以去搜 呃 警衛室 警衛室有四層櫃跟外套 然後我們還可以搜一下 紅艙的 紅艙的辦公室 如果有被開的話 那個應該是一隻Cheeky 我們看一下他有什麼 有兩隻Cheeky 這隻是個74U 74U我們其實不用跟他拿 來 Cheeky Cheeky讓他們留在這裡吧 我們過來搜一下這個 醫療車 死血劑 封帶 走 45 好 說大家的新年都過的還好嗎 我個人是已經到了那種 沒有紅包可以領的年紀了 現在都是要包紅包給人家 現在特別以前就不喜歡過年 現在更不喜歡過年 我必須說啊 應付親戚真的是人生中 一個少數讓人痛恨的事情 其實也不能說到痛恨吧 就是覺得說 Why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一直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的意義到底 到底是有多大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應付這些親戚 這親戚本身沒什麼錯 就只是 有些時候 家人可以不需要 那麼 203要誰我們這樣有需要的 家人之間有時候保持一點 距離感還是不錯 我記得王爾德講過一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很糟 但是很真實 我在猶豫我要不要分享給你們聽 王爾德對親戚 有一個非常糟糕 但是我覺得非常精闢的 說法 我說了 但是 大家不要去這樣對自己的親戚說 他說 親戚 是一群 但原文是英文 為了怕我 有人覺得我的翻譯不對 我們先把原文說出來 他說 relatives 親戚 relatives are a bunch of people 是一群人 什麼樣的人呢 who doesn't know how to live 不知道如何生活 and has no idea when to die 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該死 的一群人 所以我說很糟糕嗎 非常糟糕的一句話 但是我個人覺得非常精闢 親戚是一群不知道 如何生活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去死的一群人 這真的很糟糕 說實在這真的很糟糕 這真的是很糟糕的一句話 但是我個人覺得 非常的精闢 我們測試點是哪裡 四號倉庫跟老加油站 所以我們要朝老加油站進發 正好我們要去013 我必須說啊 如果你 給一個scab 只有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你把它重生在地圖的 一端 然後叫他去另外一端撤離 說實話 不是一個很合理的事情 哇靠好誤喔 為什麼可以這麼誤 收 我猶豫 我在猶豫我要不要去搜彩蛋 我們家找香菸去可以不要搜彩蛋 但是我覺得彩蛋也有機會出香菸 光跳AS 就是 瘋了 我覺得應該是被人家搜過 通常那個被搜過隔壁的也就會被搜過 所以我們就直接上去 因為我們都不 playthrough了 我很遲 en 那我不介紹的 不是吧 有嗎 你不要被這咖啡蛋 我幫你找到 你尋真 我把蜃蛋 我沒有去 我把蜃蛋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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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看出 是什麼的就是是scab的屍體還是玩家的屍體 我只能說你看久了就會有概念 你看看這個衣服穿的就是scab的衣服 什麼子彈 然後這個衣服就是那個玩家 這是一個bear的衣服的制服 這種東西你看久了就會有概念 摸一下這邊也摸過 那些屍體應該很久了 應該都發臭了 醫療房我們應該進去看嗎 看一下 連這個房間感覺都被搜過了 我覺得應該沒有剩下什麼了 直接走吧 我們直接去 013 搜完之後我們去撤就加油 我感覺我們這個新手分子塔可夫系列做到這裡 已經第幾集了應該有個 14、15集了吧 大家 就是 如果 如果你是個新手 你應該多多少少對於 海關這張地圖已經有一點 有一點了解 有一點熟悉了吧 我覺得大家應該已經有點熟悉這張地圖了 其實我不應該拿那個油溫頭 在 在我的二戰頭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不是會有點看膩啊 有看我們跑海關跑的有點膩了 如果大家有的話可以跟我們講 我們完全可以跑一些別的地圖 我 Holy Jesus 這次 好 好 OK 因為他調皮了大家都會看這邊 所以我們不能夠 太明顯的地方搜他 有夠調皮的這個人 OK 羅姆我們需要 這個彈甲我們不需要 OMG 速射103 103沒什麼用 這炮彈能有用 不是很有用吧 這炮彈值錢 好 BORG V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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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覺得我應該是會去solo下的那一個 塞嘎 OH SHIT NO FUK 啊光說話沒看路 我說的是我應該會想要去solo下的那個 ADA 所以我們其實不需要 留那把塞嘎糟糕 我們這樣不知道來不來得及走到車一點 你們知道能不能 能不能來個止痛藥 麻菲 NO 我們穿這個回去 因為我們修好之後那是一個比較好的甲 OK 沒有止痛藥我們得趕快走了 這個 嘖 我覺得這樣我們走不到欸 一分鐘 老驕傲站 可能可以吧 我記不確定 但是很尷尬 沒看路 我們應該是兩隻腳都斷了 所以走起來特別慢 OK 呃想想啊 這麼漫長的路途我應該跟大家聊什麼 哈哈 有時候 不知道 不知道該說什麼 就是走路要看路啊 真的走路要看路 他說 在前幾部影片裡面 我看到蠻多人都在問 就說這款遊戲去哪裡買啊 該不該買啊 該買什麼版本啊 首先我要先提醒大家 23號的時候啊 2月23號的時候會有特價 因為好像那天是俄羅斯的什麼祖國保衛日 慶祝他們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 不知道是勝利還是 他們守住了史達林格拉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你知道一個關於 他們二戰的一個紀念日 所以 那天會有特價 所以如果你們有考慮要玩塔可夫 要買塔可夫的 可以等到那天 啊如果你有考慮你要升級你的塔可夫版本 比方說你原本是黑邊 然後你原本還是白邊 你想要升級成黑邊之類的 這也是一個 絕佳的時機 不知道我們來不來去測 我們來去走的到 但是我們剩下多 要測要幾秒 7秒 我不知道我們測不測得掉 我們看看吧 4好像慢一秒 有測掉嗎 我不知道 沒有 差一點點 OK 對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入手塔可夫 或是升級你們的那個版本的話 那一天 那一天可以 然後 去哪裡買 去塔可夫的官網買 塔可夫沒有上Steam 不要再問塔可夫應該永遠不會上Steam 所以在Google 直接打 逃離塔可夫 或是打他的英文 Escape from Tarkov 他會直接有 應該通往第一個 你的搜尋列的第一個 就是塔可夫的官網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 然後直接 就可以從那邊 進去塔可夫 對了上次我們撿到了 這個.38的AP子彈 沒有賣到子彈超值錢 你看一發三萬九 超扯的 我賣38929 對 所以從官網買 然後再來 買什麼版本 我個人是 覺得 就什麼版本都可以 不要買 不要買那個 俄羅斯版 好像 然後不要買 沒有必要買歐版 買歐版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沒有必要買到歐版 因為 歐版 就除非你要出國玩 不然就好像沒有必要 我忘記 我買這個一般的版本 叫做什麼了 我基本上每次進去買的時候 我都沒有 特別去點 我要買什麼版本 我基本上就是進去 然後說 我要買塔可夫 他直接就會幫我選一個 版本 然後我就直接就買了 我沒有考慮這些問題 所以我一時之間 其實想不太起來 應該買什麼版本 但是很多人都會問 有沒有必要買歐版 歐版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必要買 我可以確定我買的不是歐版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說 阿小劍你其實買了歐版 然後你跟大家說其實不用買歐版 你放心絕對不是 因為 每次我登進去的時候 他都在告訴我 你要不要升級到歐版 那我就跟他說 不需要謝謝你 OK 我們要去 海關 我在考慮我們可以把這個 SKS上面裝個鏡 這個SKS好處就是 他可以裝一個 手電筒 然後他可以裝一個鏡 所以 我們裝一個雷射手電筒 然後我們在上面裝一個 簡單的鏡 把這個 這兩個鏡應該我們都可以 直接從商人買到 我看一下 我們直接在上面裝個簡單的鏡 然後我們就去 海關吧 我看一下我們還有沒有其他SKS 把這28彈夾繼續留著 好我們帶一些被彈在身上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其實可以跟Proper買到PS彈 所以我們PS彈可以不用那麼省 OK 我們需要203跟303號房鑰匙 所以 讓我們去 要找市場 搜一下203 宿舍203號房鑰匙 便宜 還有303號房 還有我們需要公棚鑰匙 我不確定我們有沒有 公棚鑰匙 有我們有公棚鑰匙 我們先把用不到的鑰匙拿出來 省一點空間看我們能放新的東西在裡面 104 105 1014 加油戰 這個簡易公棚也不需要 我們留兩個空間 這樣子我們如果撿到一些SSD什麼 我們還可以直接放進來 其他的我們應該都用得到 我們都用得到 我們都用得到 SKS 然後這個頭盔 我們先留著 一樣帶耳機 跟 這個一般的頭盔出去 然後補包補包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Go 我們去 讓我想想 早上8點 晚上8點 我們這一趟要解任務 而且要跑蠻多不同的地方的 所以我們去晚上好了 然後簡單的保險一下 Go OK 我們要進場了 我們的目標基本上就是宿舍 所以 來一個離宿舍比較近的路線會不錯 但是 其實這邊 算OK 還可以 我還記得上次我們在這邊 我們是右邊過來的那個人 所以這次我們也要小心 右邊有沒有人過來 不過跟上次那個人不一樣的是 我們直接跳這個出去就好 不過我沒體力了 好 我們現在在考慮我們是要直接沖3 3洞呢還是我們要先進2洞 oh my god 我們先進2洞好了 我們的體力不太允許我們直接沖3洞 我們剛剛如果要沖3洞的話 我們要能夠直接 跑到他的 中間或是正梯的地方直接進去 我先來開一下保險箱也是好的 我還發現這樣子 我們直接開保險箱的時候 把這兩個門都打開 這樣子的話 如果有人從中間進來 看到這個走廊 他會不知道 你在哪一個房間 如果你只開一個門 然後你就開始在裡面收保險箱 那個人他 基本上一定知道你在那個房間 他就只需要往那個房間丟了 或是他只要盯那個房間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像這樣兩邊都開的話 他過來就要想你是在哪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小技巧 很兇 DVD 我先暫時拿著 因為我記得DVD好像可以把它拆成電容 所以我們之後有電容任務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DV 沒有吃的 裡面有兩個外套可以搜 三洞目前沒讓我聽到有什麼動靜 哇!303鑰匙 早知道我們就不買了 不過我們可以再把它賣回去 公棚鑰匙 我們這個任務需要的 一個任務需要的鑰匙 我們直接這兩個外套全部找到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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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有時候很難學 我確定就是在 非常輕微 很遠 有可能在對面 也有可能是那個方向有Scape在跑 好 就上二樓 應該沒聽錯 應該是我左邊有誰 有可能是外面 有可能是外面 Scape在走了 擠吧 先在這裡翻一下四層規 嗯 一直有那種 一直有那個 檢查彈夾的聲音 我不知道喔 到底是有scamp還是有人在camp喔 如果是有人在camp 我必須說 他還真的有耐心 我在上面翻四層櫃翻得這麼嗨 他都沒有上來 天阿 這要翻到幾個工棚鑰匙 我覺得我們差不多可以去對面 安靜蠻久的 這裡面還有兩個可以搜一下 先讓我吃個指導藥 聽一下聲音 這怎麼死的 沒聲音 我們剛剛完全沒有聽到槍聲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而且消防沒有被開 這必須說阿 這非常恐怖阿 這非常詭異 我們開個門 看他會不會以為我們開邪教房跑上來 每天要動靜阿 使得是一個scamp 然後看起來沒有被搜過 他完全沒被搜過 我們有一顆雷 但我一點不想製造聲音 因為 這一場的宿舍這邊就是沒有聲音 所以我想著沒有聲音大家比較不會過來 可是沒有聲音那個Scape到底怎麼死 還是那是個Scape玩家 他被AI殺的 AI沒事不會殺Scape玩家 Scape玩家一定要有打AI才會殺 感覺就像是這個人他只是假設是個玩家 他過來殺這個AI之後他就走了 他邪教房也沒有開 然後 其他的這些保險箱的房間他也沒有開 你就懷疑 這個人到底是來幹嘛的 我們夠錢搭車嗎 我們夠錢搭車了但是 就是 在我們車 OMG 沒有把墨星 我們 我們 我們的任務其實還要我們去把這個金打火機放在紅艙那邊的工棚裡面 但是我是覺得我們不用這一場去 我覺得我們可以把那個東西先撿著 然後 我們下一次進來的時候直接過去那邊藏 因為我覺得 現在覺得我們再走回去紅艙那邊再走過來這邊撤離有點太遠了 我們看能不能把我們身上再填滿一點 誰一天到來寫了日記然後就把日記放在這個保險箱裡面 有車 No 沒有車 ZB013有人開電了 所以 我們可以去做那個任務 OK 我們去做那個任務吧 我們去把它放完再撤 希望沒有人 我以為我們的撤離點是另外一邊 我以為我們從紅艙那邊過來的 然後突然意識到我們其實並不是 ZB013有人撤了 所以 希望 那個撤掉ZB013的人跟我們是同一邊的撤離點 所以代表 不會有人跟我們走一樣的路線要過來這邊撤 washed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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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們就不收他了 我開了這一槍很大聲 我一點不想待在這裡 我其實本來打算不殺他的 但是我突然想起來 我們有那個海關殺Skid的任務 剛剛特別好 他那個講的話特別有意思對不對 有時候那個Skid 如果你自己玩Skid你也可以 你如果一直按他的那個說話 你有可能可以讓他突然變得很像一個日本武士 好像開始說日語 就像剛剛那樣子 願意我 好像還有一個你一直按 他們會開始唱歌 那個 我聽 我有聽就是有人跟我說 PMC如果你選貝爾 然後好像是貝爾的 我忘記是哪一個聲音 好像貝爾2還是貝爾3 你可以讓你的貝爾也唱歌 我有看過那個 Deadly的影片 他有一次在森林裡面 用他的貝爾跟玩家對打的時候 因為他喜歡對打的時候就一直對玩家按那個說話 然後他的貝爾就直接開始唱歌 但是因為我自己玩的角色不是貝爾 所以我還沒有試過 但是 我有看過那個影片 所以貝爾應該是也可以唱歌的 只要你 能夠 多按幾次 他那應該是個機率性的 估計機率不是很高啊 這麼特別的東西感覺機率性就應該不高 但是如果你運氣夠好的話 你是可以讓你的貝爾 唱歌給你聽的 來跨過去 這邊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有Scan 然後我看不到他 沒有夠黑 應該沒有 所以你需要供奉鑰匙來打開這個房間 然後把他關上 然後你要在 基本上 沒有說規定要在哪裡啊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個Place的地方就可以 按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進打火器藏在這裡 這個比較 要藏比較久 他要藏30分鐘 因為這個跟工廠那個 往日速遞任務不太一樣 這個相對安全一點 這個任務最討厭的就是 如果你重生在紅艙這一側 你要走去宿舍拿到這個金塔 我其實走回來紅艙這裡把這個東西放完 然後你還要再跑回去另外一邊撤離 這是最討厭的地方 所以我剛本來打算沒有要 做就是要拿來放就是因為我以為我是要撤另外一邊 所以我不想走回來這邊然後我們再跑回去另外一邊撤 所以如果你 跟我一樣就是 不想這樣子跑來又跑去的話 你可以把它 撿到了之後帶出場 然後下一場進來的時候你就賭 看你會不會直接重生在紅艙這一側 如果會的話 應該說如果你重生在這一側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拿去放 然後放完之後你就可以繼續自己再走去另一邊撤 就正常打一場海關 因為他好像並沒有說 你藏完之後不能死掉 所以藏完之後死掉是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我們這場直接撿了兩個海關任務 晚上人的確是比較少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Skip怎麼死了 超扯 完全沒有看到玩家他就直接散了 也沒有聽到槍聲是最奇怪的地方 但是 Anyway OK 我們成功解掉兩個任務 還蠻順利的 那接下來我們 基本上就要跑海岸線了 我們要去找信號員 然後我們還要去 呃 飆舊物車 這應該會是我們這個系列第一次去海岸線 對 讓你們大家能夠 期待一下 前往海岸線 OK 呃 東西我們等下在整理 我們先把任務交 新打火機任務 西方萊克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為什麼要存這個狗牌 沒有 別交上去 然後 化學品 這個 關於副局長的生命 這要上交什麼 對 這要上交220鑰匙 然後 我們還要去找到這個 副局長的生命 這個東西好像是在 那個 火車車廂裡面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海關任務 然後我們去教一下 呃不對 誒 是Proper的嗎 我們的303任務 對這個 OK 我們可以開始我們的懲罰者任務了 懲罰者系列任務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算是 我們可以專注做的一個東西 因為這個任務做完之後 這一系列任務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 Epsilon的 保險箱 就會是 2x4 所以你會有8格 所以對於新手玩家來說 應該說對於白編玩家來說 先專注這個任務 這條任務線 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可以 這是你最快可以讓你的這個保險箱 擴大 擴大的一個方式 呃 我們的Skear 我們的Skear終於到 到正了 但是我們還要再繼續做任務 不然不會到2等 這個擊殺7個Usec 我們不用特別做啦 我們就正常玩 應該自然就會殺到Usec 所以 我們正好 去海岸線用AKM系列殺 的槍殺Skev 這樣子剛剛好 要配合上我們要去做的任務 然後我們繼續把 呃 對 CPU風扇交上去 我們還需要顯卡 顯卡真的就只能慢慢找 還有 火星塞 Cut 我們把日記 這是直接賣給Peacekeeper 這個也可以賣 項鍊也可以直接賣 對我們來說 公盆鑰匙可以賣 我們也可以把303 跟203鑰匙也都賣掉了 公盆鑰匙 兩個 賣掉 這個錢我們把 呃 這錢我們放著好了 就當做 以後去海關搭車的時候要用的錢 然後這個108鑰匙也可以賣 歐元 歐元我們放起來 303鑰匙可以賣 卡板 DVD 先收起來 然後 我們這都滿了 電燈燈可以換手榴 但 藥 藥可以直接賣掉 電容我們先收起來 然後這個鏡可以直接賣 錶帶可以直接賣 這個賣 瑪雕 瑪雕可以留 但是我覺得瑪雕很好撿 我們先直接賣好了 然後這把74M我們也可以直接賣掉 把墨鑫 墨鑫 墨鑫我其實想留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空間放 滴滴茶壺 嗯 嗯哼哼 讓我想想 該怎麼做 我們先來把這些鑰匙都賣一賣好了 這個303鑰匙我們有必要把它賣回去嗎 它賣8000 如果我們直接賣大嗎 是多少 4000多 把它賣掉 我們把它賣回去好了 我們既然花了8000買回來 我們就花8000買回去 我們要花 我覺得我們要賣便宜很多 不然沒有人會買 因為大家都賣8000 一定沒有人要買 203 303 拖車工忙 拖車工忙要是應該不值錢吧 8800 對我們可以把它賣完 我們賣8000就好了 其他的東西我們就直接賣大媽 這個賣大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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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雕直接賣 賣 這個測量捲齒也可以買 火柴現在好像其實很值錢 火柴不知道在貴什麼 好像是因為它可以換油桶 然後我說過 塔克夫現在超級缺油 所以火柴的價格就自然就上去 其他東西暫時沒賣掉 我們繼續賣東西給SKEAR 因為我們需要SKEAR的交易量 電燈炮我們能夠換手 對了嗎 對 換一個手 然後白色膠帶 白色膠帶 有點我們需不需要我們先賣掉好了 白色膠帶的價格應該賣跳老師長會比較高 多很多 好像是因為它可以換RR或是SICC包其中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任務收到什麼 錢 SValue SValue我們直接賣跳老師長 對了 我可以把它彈夾拆下來 可以解鎖 可以解鎖 解鎖 SValue要賣跳老師長 把6萬 我們賣598787 多一個7 然後這個彈夾 1萬 如果我們賣SKEAR呢 2千多 哇這超多 還是賣 我們還是賣跳老師長好了 OK 彈夾 1878 OK 這把墨星我們就先這樣放著吧 然後 就把PM其實我們要留 這有任務要交 我們要用AKM系列的槍了 我們有AKM系列的槍嗎 沒有 我們沒有AKM系列的槍 所以 我們得去弄一把AKM系列的槍 我覺得我們開始要賣 我們真的要賣一些這個槍了 我們把這把7-4M賣掉好了 我們的賣法是這樣 我們把它按拆解 然後我們把所有SKEAR 願意收的東西都賣給SKEAR 其實他全部都願意收 賣給他吧 OK 然後我們就要弄一把AKM的槍出來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去找PROPER 跟他買一把AKM 然後AKM的改法 我記得前兩天我出了一部影片 教大家說這個AKM你可以怎麼怎麼改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部影片 我們這邊有什麼配件沒有 檢索的嗎 我記得 對啊這個AK100的 護目我們應該是可以直接換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這裡 對 我們直接把他換上AK100系列的護目 然後我們直接在下面加一個 VPG的握把 然後我們前面加一個 加一個消音器好了 我覺得我不希望我們的那個槍聲 太容易被聽到 然後我們旁邊一樣加個 那個手電筒 雷射的手電筒 然後後面加一個槍托墊 旁邊 一個 RP1 然後 其實我應該買AKMN 他可以直接裝一個 我應該買AKMN的 他可以直接裝一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然後可以直接裝一個 側鏡 PSO鏡 那個DogLag DogLag我們現在買得到嗎 買不到 讓我去看一下 我們能買到AKMN嗎 AKMN AKMN好像不能裝側鏡 AKMN不行 AKM AKM 我們買不到AKMN 看一下 Jager Jager有賣嗎 Jager賣的是209 Skear呢 Skear也沒有AKMN 我們買不到AKMN 所以我們只能買 我們只能買AKM 所以我們如果 我們如果要讓他能夠裝一個 長徑在上面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裝一個 有魚骨的 防塵蓋 BASTIAN BASTIAN我們應該 應該不會太貴吧 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簡單改吧 BPG 然後 原器 然後這個我們戶寶我們可以把他換PPE9戶吧 這個proper一階就有賣了 所以這些東西 哦對可以Skear一等我們就可以買到這個防塵蓋 所以你看到這樣其實沒花多少錢 我們唯一買不到的東西就是這個消音器 我們看一下這個消音器跟玩家買要多少錢 25000還行啊 這樣就可以了我們把他組裝起來 需要空間我們就自己來吧 拔下來 呃這個也要拔 拔 也要拔 拔 拖托墊 400 然後我們要裝一個長徑上去 我們可以買到什麼徑 那我們去商人看一下 TSO集是最便宜的但是我們買不了 我們可以換個Valday吧 可能 Tier沒有長徑 Penic Penic也沒有 不行 我們必須要去跟玩家們買一個禁 所以看一下 我買一個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Valday 我們可以去跟玩家買個Valday看看要多少錢 商人 5萬4 呃有一點貴 但是 我覺得是有必要啦 我很好奇 AK 我怎麼記得有一個AK是可以裝側鏡的 而且我們可以直接買到的 這個AKMS我們不能夠 對AKMS沒有辦法直接裝側鏡 我一直以為AKMS 還要可以的 還是不行 不管怎麼樣 這就是我們要拿去 改暗線的槍 我們把剩下 剛剛沒有用 剩下的零件賣賣 這個改槍不會太貴 大家如果 這個你不裝消音器 不裝這個長徑的話 你平常只是要改來打海關之類的地圖 你在上面裝個簡單的短徑 其實 很便宜的這個改槍方式 可以可以去參考一下我的那一部 影片 就是 AK系列改槍 把 那部影片 大家去照著那個改法 可以改出一把不錯用 又不是很 花這個 很花錢的AK 我們其實彈甲要買多 不需要那麼多的彈甲 這彈甲我們留著吧 如果我們 我們有需要改第二把應該會用的到 Post 蛋 帶一些 文件包我們就不用帶了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海岸線 需要開地 開房間的地方 盧瓦 然後 止痛藥 感覺我們 基本上 對要買標記器 對了上次你們有提醒我 我好像在某個蛋挂裡面 其實有放標記器 這邊有一個 這次只需要三個 兩個 三個 OK 感謝你們大家提醒我 上次我的確是 我買了一個標記器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標記器放進來 這子彈 沒有人之前 我們其實應該用不到這麼多 我們只要打SCAV而已 OK 沒問題 Let's go 打暗線 我們去中午吧 要打SCAV的話還是 亮一點比較好打 OK 我們這邊要進場 其實 這兩個任務 應該說這三個任務 信號員 SCAV 跟 標救護車 我們應該不太可能可以一次把它做完 如果我們要一次把它做完的話 我們基本上 要跑遍整個 海岸線 不過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重點 因為我們這邊可以直接標兩個 救護車 這 應該可以是我們解這個任務最好的重生點 直接標一個 然後下來躲著 看一下那上面有 SCAV小島上有沒有SCAV 我簡直沒看到 我們標完這個之後 我們可以上去 往上先去搜 呃 那個叫什麼 搜村莊 然後 從豪宅那邊一路上去 到西洞 西洞的 寮寮院 我們到了西洞的寮寮院 上去就可以直接解 Can't place beacon here What? wowwowwow comon 他不讓我放耶 可以了 怪怪的 我們先去這邊躲起來 因為我不想在我倒甩沒結束的時候死掉 我們先在這邊躲起來 呃 希望 我有人覺得我在CAM重生點 呃 應該說撤離點 所以我們的路線 我覺得大家就是新手跟老手很多時候 應該說就 教大家吧 就是說新手你進場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當然你已經要 就是 已經花時間去稍微學一下地圖了 那假設你已經學會了一個地圖 或者說你對地圖有點了解之後 你進場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到你重生在什麼位置 你基本上就要計畫好一個路線 就決定說你這一場 呃 我要怎麼跑怎麼跑 所以像這一場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不要玩這兩個修物車 我們就往上 往北 到前面的這個宿舍 呃不是宿舍 村莊 然後我們就進去搜 搜完之後我們繼續一路往北 到療養院的西洞 解完我們的信號任務 然後我們就 跨過北面 這時候看我們傷的東西多不多 如果多的話我們就撤 然後如果不多的話我們就繞下來 到氣象塔 應該說我們在療養院的時候 我們要解完信號源 然後我們要標完我們的最後一個救護車 然後我們下來到信號塔 解完我們的第二個信號源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撤離了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路線規劃 我剛剛說話的時候 主要是我還在邊聽聲音 因為這邊附近是有重生點的 那想要來搜這個 這個 村莊的人不會只有我們 所以我還在 稍微停一下聲音 感覺我有聽到彩幕 但是我一停他就也停了 有一點聽說 我真的說我不習慣戴這個耳機 我戴這個耳機 常常聽到一些 不存在的聲音 是個SCAV 是個SCAV 真的 但是我會只有這 我居然有點打敗 我居然是個SCAV 我沒有解決 有夠多SCAV捏 應該還有一隻 我剛剛聽到我們這個藍鐵皮外面還有聲音 OK 那麼多SCAV OK 至少我們這個SCAV的任務在穩定的進行中 現在我們製造了一些聲音我們就稍微小心一點 這邊有一個彩蛋點 有點微所以越早收越好 光是這個村莊的區域裡面其實就有蠻多個彩蛋點 我目前也還沒有辦法記住全部 所以我應該會漏掉一些 但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建議大家去網上面找一下 因為海安縣如果你知道所有的彩蛋點在哪裡的話 其實是一張非常適合賺錢的圖 他有很多的外套而且有36個彩蛋點吧好像 真的是一個很適合大家賺錢的圖 你光是背一個大背包把彩蛋點全部收一遍 你就賺翻了 我還記得Pesley每次開這個門的時候他都說這個門聽起來特別像那個 像鵝或是火雞在叫 這村莊裡面真的走到哪裡基本上都有外套可以搜 注射103這鑰匙沒用 我們其實應該撿著可以拿去賣 這個房間他也有介紹過 一個 好像南投對於台北人來說應該就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空 什麼都沒有就是空 這不能開 OMG 這村莊其實還有很多可以搜的 但是 我還是想繼續朝我們的任務目標過去 拿什麼槍 半面金我們還是 有時候那個廁所機也會有東西 如果那種門叫做火雞門 那這種門是不是應該就要叫做什麼 小鳥門之類的 還是 小鳥是這樣叫嗎 好像不是 好像老鼠還是貓會這樣 貓可能不會 我一定不知道 我相信聊天室你們應該有人比我 更了解每個動物怎麼教 你們應該會告訴我 嗯 真的是走到哪裡都歪桃 而且你們要相信我這樣子的路線已經錯過 很多個外套 我覺得我應該錯過大概 五六個七八個外套應該都有可能 一直測量捲尺 應該可以跳出去了 我搜這些木屋就是 基本上你一定會採木 所以如果有人在旁邊的話 很容易抓到你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門應該不能開 可以 又 又是一個 把這個Hara喝一下 那房間我們搜過嗎 是我們搜的嗎 不對阿我們沒搜過 不對這應該沒有人搜過 那門應該是AI開的 或是他本來就是開的 我們現在基本上就是什麼都撿了 其實沒有在看什麼東西值得撿 什麼東西不值得 反正我們現在是滿的 剛好其實我們滿悠閒的 在這邊慢慢搜 我們不急 我們越晚 上去廖長院那邊 廖長院那邊的玩家可能就越少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必要急 這個就是在發電站或是 氣象站那邊 沒有必要過於 殘疑咖 我們在這邊 優災的收 不提燃料 不提燃料可以換BT彈 氣零劍物 氣零劍物對我們來說現在沒什麼意義 綠火藥 綠火藥很值錢 這是武器零件 死刀 痾... 劫測零沒什麼用 我們把一些東西移上來 WD40 其實沒什麼意義 任務會需要交小的WD40 所以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 可以用這個大的WD40 他可以做成兩個小的WD40 他唯一的作用應該就是這個 這邊的沼澤就是要注意你在裡面是不能跑 也不能跳 所以要注意 盡量不要陷到沼澤裡 我記得從來好像沒有進來過這個教堂 這裡感覺是那種邪教的教堂 但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搜 有一個箱子啦 其實光是這個沼澤地也有很多彩蛋點 海鮮的彩蛋點我應該會自己再花一點時間學習一下 然後之後我們一定還會有機會再來 到時候我應該就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很多彩蛋點的位置在什麼 裡面有嗎 有一個彩蛋點在這種房子旁邊的小屋 這個我是知道的 OK 這個屍體 這個之後有一個任務會需要過來 他會需要你找到這個屍體 我們今天只是過來搜一下這個屍體 地上 地上看來沒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我們可以開始朝 兩院那邊過去 我們會路過豪宅 如果我們想要我們可以看一下豪宅裡面有沒有AI 我們可以把他們點掉 好 當然要小心 好在有可能會生那個 王 Sanita 他們的眼睛都跟鬼一樣 而且他們子彈非常的痛 所以 最好要小心 有時候被他們看到直接被瞄 照顧 目前感覺上沒有 我們跑到前面的山坡上往回看 不然會看得比較清楚 而且我們也會有一點掩體 這小營就是了 如果CENITA他們現在在這個地方鎖定你的話 你基本上沒有地方躲 你只能躲在樹後面 總是要注意後面有沒有從料理下來的玩家 因為他們如果要撤隧道這一側的話 很容易經過這個地方 目前是沒看到SCAV 我們再上去就是公車站 公車站應該也會有SCAV 目前是沒看到 我們剛經過的時候也沒聽到有SCAV在裡面 所以我們先上去看一下公車站有沒有AI 他現在這樣一直有一個槍聲 懷疑是不是有玩家在解白米 聽到一個玻璃破掉的聲音 感覺就是在公車站 我們應該聽不到 療養院的玻璃破掉 所以我們如果聽到玻璃破掉 應該絕對是公車站 也要是無理會的 所以現在是玻璃破掉的聲音 我覺得是全心的 特別是玻璃破掉的聲音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你很容易從這個零碎 你很容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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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玻璃破掉的聲音 也是從來 你很容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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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過重了嗎?為什麼我們一直發出聲音 我過重了嗎? sebagai制裁的不足 嗯 OK有一種可能 是有玩家在打那隻AI 然後他應該也是解任務 然後他打的時候 呃 子彈打死AI 然後也打穿了玻璃 所以我們聽到玻璃的聲音 但是他打完應該就直接走掉了 他應該也沒有要過來搜的意思 我的猜測是這樣 我也有可能錯 這邊是我們 整趟標記任務裡面 最危險的一塊區域 所以我們在這邊先 用個止痛藥 然後我們要跑過去標完那個 蛤?是有人看到我嗎 我們先下去好了 我們先下去 怎麼這麼久了還有玩家在這裡 我感覺那個雷是衝我們來的 我感覺那個雷是衝我們來的 這邊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如果你不想死的話 直接離開了 這個救護車跟信號源 你可以改天再來做 那如果你不怕死 就你不在意噴掉自身裝備的話 你就要嘗試著 把丟雷的這個人找出 那你不在意噴掉 哦 嗯 我覺得我們實在是不好跟他打 他抓我們的位置抓的蠻準的 主要是有太多個窗戶 我們要看啊 他有可能在屋頂其實 他有可能在屋頂 他打的不是很準 這是我們的一個 優勢 但是 他找我們比我們找他容易 這是他的優勢 我們如果真的想跟他打的話 我們必須 繞一大丘 我們要繞到整個 廟宇院的後面 他其實真的很有可能在屋頂上 有可能他就會從屋頂打的那個AI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 只聽到玻璃破 但沒有聽到槍聲 我們可以跟這個傢伙玩一下 他很 剛好就擋在我們要去的這個吸洞 這很麻煩 我們如果想要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 直接進去吸洞 然後嘗試著 從裡面把他抓出來 但是我們不確定是一個人還是一組 如果我們衝進去 直接遇到一整組 就情況稍微麻煩一點 現在還是需要 我可以在這裡 找到那個時候 你再找到一個人 我們要來的 也要這麼想 找到一個人 把他找到一個人 的那個人 有一些人 可以 我們再弄大圈一點 我們沒有看到他在窗戶或屋頂 比較簡單直接的方法 就是我們直接衝進去 我們直接在裡面聽聲音 聽他在良好院的幾層樓 然後我們直接抓他 或是我們不管他直接上屋頂做我們的任務 這是比較直接粗暴的方法 我覺得我們就採取這個 直接粗暴的方法好了 我們把這蔬菜泥吃了 我們的水不是很夠 等一下我們再吞一個止痛藥 然後我們就直接進去吧 最糟的情況應該說 我們的目標不是先找到他 我們的目標還是 直接到屋頂 解完我們的信號 至少解完我們的信號 然後我們再跟他慢慢玩 先回一下體力 我們就不一層一層check了 我們直接先上頂樓 先跑過來檢查後面 這邊可能會有人 然後檢查對面 先跑過來 觸發一下 觸發一下 盯一下對面 盯一下後面 看一下這邊的陽台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我們要標的救護車 我們要標的救護車在下面 中間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標那個救護車 基本上很危險 我們可以跑過去 標完 然後直接閃人 這是可以的 只是我們就只能祈禱 在這過程中 他不會打到我們 而且萬一那個救護車 像是我們在海邊標的那個一樣 很難標的話 就會很麻煩 我們現在聽一下聲音 沒有辦法 確定他這是在幾層樓 聽起來還是在 下 我不確定那個房間原本是開的還是關的 我很少打療養院尤其是裡面 有了 很滿意的 好 只要我和你的好 為我學得到 很差 很少 私是說 不簡單 聽不到這個人的聲音 我這水不夠了 聽不到這個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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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水不夠了 我們要 快速做點什麼或是我們要找點水 我們只透到效果夠了 我們要再吞一個 不然我們會聽到我們的人物缺水的聲音 這他收過了 我覺得他應該真的就在我們前面沒多遠的地方 去吧 好 來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人在哪 不知道我們就算要死 我也想去把那個救護車標起來 或是我們就直接死在標他的路上 所以 這裡我們 這裡我們 我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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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們在缺水了 所以 我們現在這邊等我們這個標記完成 免得我們衝出去死掉 看一下我們的時間還有多久啊 140多秒 我們把我們的 中口補一下 然後我們就衝下去 直接到 氣象塔 把我們的最後一個信號任務也做完 然後 那時候我們居然死掉也沒有關係 Let's go 這邊死了一個玩家還是AI 其實我不在意 I don't care Let's go 我們沒有一把負伍器 其實有啦 我們有把這個PM 我其實有點想把我們這把AKM 就直接丟在某個地方 這樣子的話 他會保險回來 這樣我們如果死掉就不用擔心 這把AKM會沒有 因為畢竟我們花錢改了嘛對不對 能夠回來是最好 有點微 讓我進這個紅色的貨櫃 我們先進來補一下 其實我們如果要靠著這個SALUA撐到撤離點 應該也是可以的 我們很快看一下這個AI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水 答案是沒有 我們繼續往我們的那個 氣象站過去吧 這個也算是間接提醒大家 海岸線是一張 如果你要進來解任務 然後你知道你要跑邊 基本上整張地圖 的話你最好能夠帶一個 食物進來 因為海岸線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地圖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自己 會進來撿蠻久的任務的話 帶個水帶個食物 還蠻重要的 來個水 沒有水 我錯過氣象站就是上面 我們的能量還有所以 我們應該可以靠這個補包撐到 撤離 這邊也會有AI 我們也要小心 Oh no 這邊可以進嗎 這邊可以進 AI 屍體 注意一點裡面的窗屋 應該是這個吧 對 這一個 我們完成了 我們去試著撤離吧 其實AI應該是很早就被玩家殺掉了 但是我覺得就不用搜了 有食物之類的東西應該都已經被搜掉了 不能從這邊下去 其實這邊可以 但有點微 我們還是繞吧 這時候再摔斷腿那就很麻煩 好酷 呃 我不確定這個可不可以 可以 我們 跑酷小能手欸 真的是 我們把體力回多一點一次跑遠一點 我們把體力關了 putting me Fey 我們跟他咖哩 有點偏難了 要不要再往上一點 快來再往上一點 這邊還有一個彩蛋點 永久可以搜一下 剩六分鐘 也許我們就找到水呢 我能追 nope 能量還有 只要能量還有我們都不會死 呃這個遊戲裡面的設定是缺水你會掉血 呃沒有能量你也會掉血 但是缺水掉的血速度慢很多 而且呃缺水你只要能夠一直補回來你就不會死 但是如果你缺能量掉血就算你能夠把它補回來 只要過了一就是只要你呃沒有能量足夠長一段時間你還是會死 所以呃缺能量永遠比缺水要來的嚴重 所以如果你是缺水的情況那你有一些會扣水的食物 但是你也缺能量那就要把它吃掉 保持你的人物有能量你只要有補包的話你缺水是不會缺死的 但是就算你有補包你如果缺能量的話你還是會缺死 所以能量永遠優先於水 要跟大家說一點 我好像一直還是跑太難了我應該要努力往北一點 我們已經快到了我們已經快到了 我們如果知道會這樣的話我們上一部影片我們就不做我們的那個缺水任務 反正我們現在過來這邊也是要做 這邊其實可以不要吞只通了因為我們已經快到了 但我想吞一下是因為通常這個徹底點的地方會有AI 我怕我們遇到AI然後我們的畫面模糊 沒辦法看清楚會被打死 我們還是有稍微繞了一點路啦 因為我對這個我對海岸線真的不算很熟 所以沒有辦法帶大家走最正常最短路線 尤其是這個徹底點我真的很少撤 也不是很少撤吧 單純就是我對海岸線這樣地圖不算熟 不過我們終於要撤了 這會有AI嗎?看起來是沒有 這個徹底點可以教大家一個小計較 如果你要安全的撤的話 你可以走到這個後面來然後躲在這裡 然後把你的頭藏起來 基本上應該就不會死了 OK這場我們直接把整場海岸線的時間跑完 海岸線我記得一場是50分鐘還是40幾分鐘吧 所以非常長 我就說了我們如果要把這兩個任務 或者說三個任務嘗試一次解完的話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我們要跑遍整張地圖 不過我們雖然SCAP沒有殺完 但SCAP要殺完本來就不是 一場殺完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們至少把 信號源跟救護車的任務都一次做完 所以我們真的是基本上把海岸線跑了一圈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們也要像我一樣進入這個任務的話 記得要帶水跟食物 我本來是想著我們 搜過程中搜比方說村莊 或者是我們進入療養院的時候 可能多少可以搜到一點 食物跟水 結果沒想到我們一直都沒有搜到 養東西我們先不急 我們先去把任務交了 啊不對 mechanic信號 我們就要到信號2 這就是我們之前要留的CPU 充電電池 電路板 G-Phone這些就是這個時候要交 所以我們電路板跟電路板可以用作 CPU好像不行 然後G-Phone也要用找的 Proper到達三級 Proper到達三級需要什麼 22等 22等的時候 自然而然Proper就到達三級 把這個任務交給 第二步 第二步找到Terror Group研究內容下落 這個是要去 306 306 C動306 這個C動306的鑰匙我借賣的很貴 所以這個任務我們可能就要先擱置一下 反正我們大媽其實也不缺經驗 也不缺好感度 所以這個任務我們可能會擱置一下 因為C動306 鑰匙 如果我們能用撿到的是最好 如果撿不到 那我們什麼時候比較多錢 我們再去買 OK 所以 我們基本上在跑幾場海關任務吧 這個副局長的生平 做一做 然後 其實應該就是剩下副局長的生平 我們要去海關 副局長的生平 做一做 之後我們就要開始跑 麗嬌橋了 我們已經有累積了 算是一部分麗嬌橋的任務了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真的就是 你不知不覺就會做完 你被SCAV打到 你可能斷一隻手 或是什麼 甚至有時候都不用斷東西 你自然就會 就會解到這個任務 所以我們把這被KMG留著 然後這些軟管我們要收起來 火柴 火柴直接賣掉 燃油天下劑我們要留 因為之後任務要交 WD40我們也先賣掉好了 這個H202 這些我們都直接賣掉 就是賣賣賣賣賣賣賣 T座 T座的任務我們交完了嗎 T座的任務我們交完了 賣賣賣 這固體燃料 我們可以直接賣 綠油桶 不是綠油桶 不是綠油桶 綠火藥我們直接賣 溫度計要留 我們之後生長生處 好用 這些都可以賣 半面金也要留 錢 燃火藥我們也可以直接賣 然後這個螺栓我們都把他留起來 栓把他留起來 OK 我們先簡單賣一下 綠火藥 綠火藥 綠火藥價格也是現在也是很高 6 888 藍火藥 藍火藥應該價格就差一點 13000 然後固體燃料 固體燃料還蠻貴的 24000 我看一下這些東西大媽收多少錢 固體燃料大媽收價格一樣 WD40 12000 沒有必要 可以直接賣大媽 然後武器零件 武器零件好像也直接賣價格差 藍 藍膠帶的價格還是比較高 賣 99 87 然後 火柴 24 8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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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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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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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三千還是有差對不對 487 這個這個東西估計沒什麼價格 一座應該 一座 沒意外的有一點點的價格 3987 再來綠 呃白管子沒有價格 原尺沒有價格 長平頭也沒有價格 這些我們就全部賣給大媽 賣給大媽吧 綠電池應該也沒有價格 我們最後賣一下這個藥 13987 差不多這樣這把PM我們也要留 我們最多要我們至少要留兩把PM 確定一下我們是不是已經留兩把 那邊有一把我們留太多把其實這個有勾的嗎 賣掉吧我們只需要留兩把PM就可以了 OK 把錢收一下 偷裡多錢 看一下任務撿到什麼 啊 然後 Ifec Panic 這個是 50發的 Glock彈匣這個東西在跳舞市場上面應該是有價格的 因為現在V充很受歡迎 玩V充的人基本上都要用到這個彈匣 35878 OK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整理完了 這一集 時間已經 大大的超過了 所以我就不再擠一場 SCEP進去了 我們就直接 結束今天的這段影片 所以感謝你們大家的收看 那下一次我們可能會跑一些海關 然後 再跑一些 interchange 因為我們要去逛商場 OK所以感謝你們大家的收看吧 有任何的想法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然後 記得幫我多 按讚 分享 按喜 訂閱分享按讚 跟留言 這樣可以幫助YouTube推送這個影片 感謝你們大家的收看 我是小J 我們 下次再見囉 MINGĂ 給 居部分 CED 5 Cryptonite desire Set my heart afire